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在去年金马奖的时候 五十届的时候最终得到了最佳改编剧本奖 这个电影《至青春》 大家注意到的是导演 是过去你看到的美丽的女主角小燕子赵薇 她也因为这部片子得到了好几个重要的新锐导演奖 那么这部片子《至青春》呢 原来的小说名称是《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在中国大陆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家《心仪武》所撰写的 更重要的改编剧本的人呢 就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电影圈子里头的著名的才子 叫做李强 那么她改编了这个剧本 最终也得到了五十届的金马奖里头最佳改编剧本奖 同时她当时入围的还有最佳改编剧本 最佳新导演 最佳主题曲 最佳美术设计 最佳主题曲是由王菲所演唱的 也入选了上海跟大陆很多的重要的电影奖项 包括十大最佳影片 而赵文哲获得了第二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导演处女作 入围了三项亚太影展的奖项 而且是2013年英国伦敦电影节的选片 也是斯德哥尔摩电影节里头的特别单元 当然我们来为您介绍这部影片 至我们始终将逝去的青春 我是斯德公主 跟我来 我们的青春似乎就是一个童话吗 电影《指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用童话先为青春描边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呢 他铺了二十床鹅绒被 可我还是觉得有一颗豌豆搁着我 根本就不是颗豌豆 他是打我进去 影儿优则倒的赵薇 首次制造的电影《至青春》 述说中国八零后的爱情和成长 大学校园里 理工运校的两位女主角 阮管和郑薇 个性完全不同的大美人吸引了所有人的问题 学校没一个证情 这美女谁啊 老杠你去调查一下 弄网之余啊 这丝实验机啊 眼睛都坏了 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一定会有的 男生们都想追的女神 拍完雷雨那天 她把我睡了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软管 你还想软管呢 不是你去看想啊 软管是你想的吗 胖子就没有追求美的权利吗 胖子有吗 而郑薇则是赵薇自己小燕子般的角色 什么都勇敢 拼了命的用功就为了青梅竹吗 林姬 林姬 我跑上了 我可以到你大了那个城市上大学了 我投入书 和校园里最酷的陈孝正冤家陆宅 为了他不容有一厘米差错的人生 这位反击着 但爱情却也悄悄到来 陈孝正 我发现我喜欢上你了 你神经病啊 我跟你不一样 我的人生是一栋只能坚守一次的楼房 我必须让它精确无比 不能有一厘米的差池 所以我太尽少了 我不就是你那一厘米的无差吗 阿成 老师不也说任何一栋建筑 都允许存在合理范围内的无差 我这一厘米不足以让你的大楼坍塌到 我这一厘米的坏塌自清春巷区书 把少年时的抽象情怀却如歌般的巨像描绘 在大陆上映后就刷新华语片首制票房记录 入围四项金马奖提名 拿下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 赵伟本人也拿下大陆金鸡奖最佳岛演出一座 加上有名岛观景彭尖志 至青春有女性电影的色彩 充满女性间的无畏和疯狂 他家里没你家里有钱 他没你聪明 他可能什么都没你好 但我告诉你 你喜欢我 我喜欢他 光明这一点就永远都输给他了 反正我不会放弃的 你喜欢他 我喜欢你 而且我告诉你 你得不到他的 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我赶紧根本是一路人 也充满了女性间的柔软和怀旧 阮管 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啊 我没什么远大的理想 不求最好 只求安逸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青春不朽 我也是 我可不想变成慌恋 欧巴桑 来 为我们青春不朽 干 尖尖 你要喝一个吧 我不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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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心碎开始时 青春终于将开始逝去吧 公拍刘轩 我喜欢的人果然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我习惯了贫贱 我没有办法 我爱的女孩子忍受贫贱 为什么你就觉得 跟我在一起会贫贱 为什么你连我都没有问过我 也许我愿意跟你一起吃苦呢 那如果我不愿意 因为我现在的成功是我用作人的失败换来的 我想过很多次跟你再度重逢了情景 这是我明辩 不论什么样的女人 一旦穿上婚纱 都会变得让人心动 咱们两个再喝一杯 你爱我吗 爱情就像一条河 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求求你 跟我结婚吧 导演赵薇说 他想做个严肃的电影 因为梦碎了的青春 残酷而证实 而且爱情常充满谎言 说起来青春是一场远行 回不去了 青春是一场相逢 忘不掉了 青春是一场伤痛 来不及了 青春就是用来交换的 我们应该惭愧 我们都爱自己 胜过爱爱情 你爱的青春 只见过六次 能有多爱 青春是用来怀念的 谢谢您收看 今天我见识的参与周报 下礼拜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